今天下午屏东县政府南东大楼大厅 响起了美妙的天类之音 这是才在国外拥夺多项音乐结金奖的希望合唱团 为感谢各界支持的真情献唱 陈军十年由屏东排湾族学生组成的希望合唱团 在总统蔡英文就职典礼时 以排湾族鼓摇搭配国歌经验全台 去年获总统50万元经费赞助 远赴匈牙利国际合唱音乐节参赛得到银牌 今年则获得中央以及屏东县政府等单位经费协助 出国比赛分别勇夺罗马永恒音乐节金奖 以及佛罗伦斯达文西音乐节 南瓜儿童组金奖 民谣组银奖 决赛演唱金奖 最佳舞蹈奖 最佳女子独唱奖 成绩亮眼成功为台湾争光 这次的活动 因为它牵涉到是一种国际性的活动 所以我们不只要唱圆明歌曲 所以我们还要准备了 我们这次准备了意大利文的歌曲 还有西班牙文的歌曲 那这些小朋友也不会 那老师其实说起来他也不会 那就由老师去听 那帮小朋友注音 所以我们的乐谱上面充满了注音 包含了中文字也进去 注音符号也进去 那让小朋友他能认真的去听 那我们小朋友会了之后 我们再比对着YouTube上面的那些影片 那让他更纯熟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去到那边也请当地人来指导 他说我们唱得真的不错 咬字也咬得很用力 希望合唱团现唱三首在欧洲比赛所演唱的歌曲 分享获奖喜悦 也表达对各界大力支持的感谢 县福表示 这群孩子是由排湾族三乡所组成 为兼顾课业 只能利用假日练习 出国比赛为的就是为国争光 获奖不仅是屏东之光 更是台湾之光 这些孩子除了很认真努力地学习唱歌之外 他们在学业上也非常的用心 所以很多的孩子现在都已经读贫女啊 或者是一些市区学校的音乐班 那这一次他们出国代表我们台湾 跟这样多的一个国家 一同的来做合唱的一个观摩竞技 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大奖 那也把我们台湾的声音唱到了国外 也让人家知道了我们原住民族排湾族的声音 那站在屏东县政府的立场 我们非常高兴这群小朋友能够成为我们的光荣 幸福强调希望合唱团不仅将屏东县著名的好声音 介绍给全世界 团员们在参赛之余也到各地安养院慰问献唱 以天籁之音做最好的国民外交 评论新闻蔡立华与湘词采访报道